那是汉朝第六部 刘秀起兵大汉中兴 从刘秀起义开始 到名将斗县 彻底消灭与汉朝为敌三百年的北匈奴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六部 刘秀起兵大汉中兴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生物界的丛林法则 又在后宫活生生的上演了 所谓丛林法则指的是 丛林当中大树为了更好的成长 伸出所有的根系和枝叶 向天空和大地吸取营养 然而他身边的小树迫于对手强健的压力 没有得到相应的营养 最后只能在大树的封杀下枯萎凋零 说的再直白点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没办法 资源稀有决定着竞争残酷 何况太子只有一个 宋贵人想逃过窦皇后那背后的一道 做梦都别想了 窦皇后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是窦家外戚 负责搜集宋家的果实整理成案 一路是收拢后宫的宦官 负责监督宋贵人的一举一动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数日的奋斗 他们终于抓住了宋贵人的一个把柄 其实也不是什么把柄 情况是这样的 宋贵人生病了 想补点营养品 听说娘家那边有 就叫他们给送过来了 这营养品的名字叫兔丝 中药常见的一个用品 就这么一个事 窦家却把宋贵人给告了上去 说他用这玩意儿做法诅咒 刘达这家伙的为人 咱们是知道的 他要帮谁 那个配合的劲相当卖力 窦家的撞告上来之后 就像当初马家告耿公一样 啥话不说 直接就给批了 然后还装作很震怒的样子 把太子给赶出了后宫 这仅仅只是个序幕 不久之后 刘达下诏 说刘庆的有精神病 没有资格做太子 没办法了 他只好答应灭亲 撤销了刘庆太子封号 改封清河王 在诏书的后头 刘达还特意加上了一句 皇子刘兆经过斗皇后的多年养育 教养过人 改封他为皇太子 送贵人入宫的时候 跟斗皇后是一样的 采取的都是买一送一的办法 把他的妹妹也送到了宫里来 刘达搞定太子之后 又下令把宋贵人的姐妹给关起来 您说他们都被关到哪去了呢 这汉朝对付女人最具有创意的 第一个首推是吕智 她发明了人质 可谓是空前的吓人 无人可比 第二个就是咱们眼前的这个刘达了 他竟然把宋贵人关到了停尸间 进行拷问 负责审问宋贵人姐妹的是小黄门 职位很小 可是他名声很大 这大到什么程度呢 说出来可能会吓人一跳 因为他的影响力啊 不是国家级的 而是世界级的 他是谁呢 他就是文明世界的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者 蔡伦 美国人迈克哈特的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的排行榜当中 他排在第七位啊 就是这个蔡伦 蔡伦造纸有术 智人也可谓是有方 几番回合下来 这宋贵人姐妹觉得前途无望了 于是呢 双双服毒自杀 这一年 刘庆才五岁 对于刘庆 刘达没有做绝 而是把他交给窦皇后抚养 为此 刘达还特别对窦皇后交代 必须以照顾太子的热情去对待他 太子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太子穿什么 他就穿什么 窦皇后呢 亲手抚养刘庆 他没有反对 但是宋贵人姐妹死了 可是他的心病还没有治好 问题不在刘姓这个小屁孩身上 而是出在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上 他在后宫的级别也是贵人 人称梁贵人 无毒要呕 梁贵人啊 也是姐妹双双进宫 窦皇后 为什么会盯上这双姐妹呢 不为别的 只为梁贵人是太子刘赵的亲生母亲 人这一生 什么都可以学得好 唯独这个境界学不好 人要超越自我 达到高的境界 必须有一个天生具有的悟性 在汉朝的后宫中 悟性是最好的 估计就是马皇后了 最差的就是西汉默契的赵飞燕皇后 马皇后不但赴予别人的孩子 还特别不会吃醋 主动的替刘庄物色美女 赵飞燕赵和德姐妹就不行了 就怕后宫女人把他俩的这个 姐妹的床给占了 只要跟刘敖上过床的 都被他拉出去 喂毒物给打胎 制造了很多人间惨案 可谓是惨不忍睹 相对马皇后和赵皇后 窦皇后呢处于中间 首先 尽管他搞死了宋贵人姐妹俩 但不至于像赵飞燕那样残忍 见一个杀一个 其次呢 他也没有马皇后那样 虚怀若骨网开一面 说句心里话 他对梁贵人这对姐妹花的担心 一点也不亚于曾经的宋贵人姐妹花 他所担心的是 有这么一天啊 梁贵人姐妹要把他的生意给抢了 梁贵人的老爹呢 名字叫梁耸 梁耸的父亲就是梁统 哥哥呢是梁松 当年梁统和窦戎可谓是亲密战友 后来梁松和窦固呢 同为刘秀的女婿 有过一起狂财马园的不光彩的历史 可是自从刘庄杀死了梁松之后 梁家跟窦固一样啊 就彻底的破产了 梁家所有外戚全都被赶出了洛阳城 这梁耸呢生有三女 把其中两个女的送进宫中 没猜错的话 梁家也是来赌博的 梁贵人生子被封为太子 而梁贵人也得宠 长此以往 梁家翻身做人 扬眉吐气之日也就不远了 可是后宫好生意啊 只有一桩 窦皇后做了 梁贵人就得靠边站了 可问题是窦皇后打听到 梁家外戚并不想靠边站 他们背地里啊 已经偷偷的开清工会 在公开场合中 却又极力的压抑人内心的兴奋 装出一副若无所事的样子 其实他们都准备好了 有朝一天 只要太子刘兆转正 当了皇帝 梁氏集团就准备重整旗鼓 重新入室抢占地盘 生意要做的高利润 就是彻底垄断 一家独大 梁家要抢生意 肯定是抢窦家的 窦皇后当然就不干了 所以呢 她必须要在梁家未动身之前 将他们的梦想 勒杀在妖篮之中 窦皇后认为 她要整梁贵人姐妹 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开始 而是从他们的父亲梁耸下刀 因为她发现了 梁家当中啊 梁耸是最麻烦的 但也是最容易下手的 梁耸自书境 这家伙人才质大 可惜命运不济 梁耸被诛杀之后 全家被贬到了九真郡 今天啊 在国外啊 越南清化市 在那个时候 没有火车 也没有飞机 更没有高速公路 从洛阳啊 一路到越南 一路是巴山涉水 其中心酸 唯有当事者得知 被放逐的梁耸 一路上观山涉水 吟诗作父 经过元香时呢 她想到了吴子虚 想到了屈原 不禁悲伤的想到 其实屈原就在眼前 她就是无辜的屈原 悲伤之际 她写下了 道骚妇 然后呢 济石沉浆 江水悠悠 世间无情 闭上眼 眼泪清流 心头仿佛听见 岁月之风 曾经遥想过青春的风流 梁总到了酒镇以后 不久又回了 是刘庄下的照 说啊 那酒镇那地方挺远的 重新给你搬个家吧 梁总没想到 刘庄啊 不是良心发现 召他回洛阳 而只是允许他 回老家屋市居住 屋市 今天的甘肃省 梁市西北 从遥远的南方 先回到遥远的西北 这到底是中心的奖励 还是变相的惩罚呢 对于梁总来说 似乎啊 这都无所谓了 家族变故 千里迢迢的 与风雨里飘来荡去 突厥 世间不过如此 他呀 什么都想开了 于是呢 回到了巫市的梁总 闭门自养 两耳不闻窗外事 整天以读书为乐 梁总读书之余 还经常写书 这是他唯一的乐事 赚钱的事啊 他从来不管 反正他是饿不着 因为有人经常赞助他 赞助他的人 是梁总的妻子 五阴公主 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刘秀这女儿身上啊 有阴太后之德 凡是梁家子弟啊 他都是出手赞助 而梁总呢 郁郁不得志 所以他总是情不自禁的 就给他多赞助一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六部 《刘秀起兵大汉中兴》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 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但是梁总什么都无所谓 五阴公主给他钱 他转手就分给了 梁家的其他子弟 钱要那么多干嘛 老婆早死了 女儿有五阴公主抚养 他孤身一人 无欠无挂 他打小在洛阳出生成长 想回又回不去 乌氏这山嘎拉又不想待着 哪里都去不了 能去哪花这钱呢 当然梁总有时候也出门 他经常一个人登高望远 他曾叹息道 大丈夫居士生前封侯 死当妙食 如其不然 幽居育可以养治 诗书足以自愚 周骏之职 图牢牢人耳 在他眼里 周骏那儿的职务啊 都是瞎忙 不值得干那个苦活 所以洛阳城来了很多次赵书 叫他回去当官 他呢都是一一拒绝 他只有一个梦 生前封侯 死当妙食 如果仅仅只是梦的话 他也就认了 现在终于看出来了吧 其实这梁总啊 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情怀 做人做事 自由散漫 没有章法 而他也不知道 正当自己他命运不计之时 永富贵为福云之时 有人正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以非书的形式 向洛阳的窦皇后汇报 不久之后 窦皇后认为 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了 于是就派人去抓梁总拷问 问出了个什么结果 这没人知道 反正最后给他挂了一个 蓄意谋反的罪名 诛杀于狱中 梁总被诛杀 梁家再次被贬到了九真郡 梁贵人姐妹啊 哭天天不应 哭地地不灵 在抑郁中死去 那么现如今 这后宫的生意 终于被窦皇后 一个人给垄断了 梁家现在收完了 可是马家店还开着 店面是开着 可是他这生意啊 不如以前那么顺心了 主要原因的 就是马太后崩离以后 皇帝刘达对马家 也没那么照顾了 他的热情全用在了 辅助窦家新贵的 伟大事业当中 于是 马家店的人气爆检 原来跑到马家串门的那些 套进虎的宾客呢 现在个个都转身跑掉 头窦家这边来了 眼看着店面的生意啊 一天不如一天 马家有人坐不住了 坐不住的是个年轻仔 他是马廖的儿子 马裕 实为步兵校尾 他之所以郁闷 主要是工作方面 经常被约束 于是乎 他就给上级写信表示不满 没想到啊 这信一发出 就被史上最神秘的机构 有关单位 给截祸了 接着 他们迅速行动 弹劾马裕 连马房 还有马光一块给搭上 弹劾的内容是这样的 马家父的流游 享受的待遇啊 远超过他们的身份 这真是得了好处 还买官 既然好意思表示 对圣上不满 应该把他们的这个官职啊 全部给免掉 赶出洛阳城 返回他们的封国去 以上意见 刘达没说话 直接就给批了 但是就在马家 动身上路之时 他呀 突然喊住了一个人 刘达喊住的人是马光 他故意对旁边的人说 我这三个舅舅 全都返回封国了 没人跟我玩了 这样太伤我的心了 我决定啊 留下马光舅舅陪我 这是我的家事 有关部门啊 你就不要再支支歪歪来骚扰我了 其实马光为人 叫马房呢 有所收敛 所以才被刘达给留了下来 马房呢 就有点太不像话了 都亿万富翁了 你啥还搞黑社会 就这样 马光呢 继续保留着特进的待遇 留在了洛阳城 但是呢 马家的势力 犹如长江流水 一去不再复返了 不久之后 马玉不知为何被抓 被拷打 死在了监狱里 这正所谓 成也留达 败也留达 到此 马家店啊 基本上就退出 洛阳的政治市场了 那么在马家店 退出市场的同时 豆家店开始上市了 旧的时代过去了 一个火辣辣的时代 即将登场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斗士集团 是百年老殿了 早在西汉文景之治时 就出现了一个斗皇后 那可是一个厉害的种 汉武大帝早年登记时 他就像如来佛祖一样 把这个孙子刘彻 那个想争点事的孙悟空 压得死死的 这时隔数百年 斗家又冒出一个斗皇后 俩人呢 是妖相呼应 真可谓是汉朝的奇迹 谁说奇迹就是浮云呢 我想啊 这话应该是斗家 近来想说的 在汉朝的权力场中 他们就像是生命力 最为旺盛的水质 随便你往头上砍 往中间舵 往这个尾巴上捏 无论碎成多少段 只要你把他们 往这个水里一扔 肯定又能活 从窦戎到窦皇后 总共是四代 窦家败于第二代 及第三代 可是现在第四代人 卷土重来 搬回了败局 这你不服都不行啊 不过呢 窦皇后可能会认为 马家殿倒闭 不关她的事 她只是把窦家殿 曾经流失的这个财产 给拿回来 仅此而已 那如果窦皇后 真是这样想的话 有一个人是不会反对的 这个人就是窦皇后的老大哥 她的哥哥 窦县 窦县自博度 妹妹一辈立为皇后 她就水涨船高 被封为虎奔中狼将 当年她的爷爷窦木 因为不懂什么叫做 宁拆石座桥 不拆乙庄婚的生活道理 竟然拆散皇室六安侯夫妻关系 气得刘壮一下 把她给拉出去给砍了 没想到啊 到了窦县这一带 她竟然继承了爷爷 损人利己的光荣传统 也动了邪念 事实上 当窦县出现在汉朝的官场上时啊 有人已经看出了 这个肯定是个爱惹事 又会惹事的种 如果不把她给收住 那么洛阳城内外 肯定会被她给搅翻天的 那么持以上看法的人 是司空第五轮 咱们之前说过了 哪里有外戏 哪里就有第五轮忙碌的影子 他这一辈子都是怕折腾的人 先前是怕折腾西域 后来呢 是怕外戏出来折腾 标准的一个大忙人一个 第五轮呢 给皇帝刘达尚书 这样好心提醒 虎奔中郎将斗县 现在人气很旺啊 到处都有人来跟他结交 但是汉朝外戏出来混官场的 没有几个能够安守本分的 所以我建议你 最后在事情还没有露出端倪之时 就将他摆平在摇篮里 不然以后连后悔的忌讳都没有了 刘达一看再一笑 老办法不理睬他 但是这次他没有听第五轮的话 可这真错了 马上他就发现 斗县还真不是一般的不安守本分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不把皇帝当天子 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斗县看中了一块庄园 但是又不想出好价钱 只象征性的给了人家一点点钱 就把这个地给拿下了 人家一看钱少 但是又不敢不给他 只好忍痛割暗 被斗县给抢买了去 在那个时候 有庄园的人都可是有身份的人 您知道这庄园是谁的吗 竟然是刘秀的女儿 也就是刘达的姑姑 沁水公主刘志的 见过敲诈勒索 但从来没见过到皇家去搞黑社会的 刘达一听火大了 亲自去斗县家问个究竟 皇帝不是召见 而是上门问话 这面子可是够大的了 然而面子大不大 好像跟斗县没什么关系 他是铁定了要吃这块地的 就算神仙过来照样打发你回家 其实刘达也不是特意登门问这件事的 而是这个恰好路过就顺道过来问一问 他知道问斗县是问不出什么好结果的 于是就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 把斗县左右的人都招过来一一问道 那些人支支吾吾的说 却只见斗县在暗中瞪眼睛揪耳朵 挤眉弄眼 打马虎眼 然后就把皇帝给忽悠过去了 刘达不是傻瓜 既然用的是调查问卷法 肯定不止用在你斗县这 问不出真东西 他可以问问姑姑刘志吗 没想到 他这一回去问 还真就问出真相了 你知道真相的刘达 立马就震怒了 他呀是真的震怒了 什么玩意儿啊 你欺负阴家我闭左眼 你欺负马家我闭右眼 可是你现在欺负到我刘家头上来了 你是真把我当瞎子了吗 愿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六部 刘秀起兵 大汉中兴 正在喜马拉雅FM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小杨说事 让我们聊一聊汉潮的哪些事 至今我看下载喜马拉雅FM 请不吝点赞误 请不吝点赞误 感谢观看